我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没有一天是开开心心的 他天天摆着一张臭脸 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似的 他的负能量真的太影响我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他了 哇 这个负能量得多大呀 恋爱都谈不下去了啊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杨22岁来自江西 是一名文员女嘉宾小王 同样22岁来自辽宁是一名职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你们俩这都不太高兴是吧 他来跟我分手 怎么就负能量了 就是我们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 他这个人就是虽然说不怎么爱说话 然后但是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们俩那时候感情也很好 他每天早上都会在我们宿舍楼下 买好早饭等着我 然后再跟我一起去上课 但是就时间长了以后 我就发现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 有一次我和朋友在那个街上逛街和闺蜜 然后他就突然发微信 就跟我说 现在的生活压力好大 感觉看不到未来 整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啥呀 当时心情特别不好嘛 他也跟别人在外面玩 那是我们大三下学期了嘛 我身边的同学都在找实习单位啊 就是要实习了 我就觉得他就一直 就是到像出去玩呀 就是逛街呀 我觉得应该找个单位 来实习嘛 为了这种事 我就觉得比较烦的是 他就是心里特别脆弱 就感觉一点小事就带来打击 他都根本受不了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就催他赶紧找工作吧 去再不找工作 我们俩以后怎么办嘛 他天天打游戏 然后也不找工作 我说他还嫌我烦 那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经验不足 能力也不够 而且我玩游戏也就是偶尔放松放松 他现在不是有工作了吗 你别老抱怨他呀 那不都过去时了吗 他现在还这么叽叽歪歪吗 我现在这气氛都被他带的 我怎么我现在都有点阴郁 就是一开始我们不是在兰州工作吗 工作完了之后他不找 我也没办法 我就自己先找了一个工作 总得生活嘛 结果他这时候就跟我说 他想回老家 你说我好委屈 我明明是为了他我才留在这儿的 他现在说走就走 说抛弃我就抛弃我 我没有抛弃你 我是因为在这边 确实找不着工作 家里有个工作 我就先回去 那你可不就把人丢在这儿了吗 可能我当时想工作挣钱 我也都是为了他嘛 我想在那边 我们那下来之后 我就把他接过去 那你现在在甘肃吗 是回来了吗 现在在甘肃 那为什么呀 他那时候在老家工作 他也不顺心 他就跟我抱怨 说什么老板啊 同事啊 都欺负他 排挤他 公司特别阴暗 什么同事都是靠关系进来的 只拿钱不干活 就跟我说这种话 就他每天上班下班路上 就几乎每时每刻 在跟我发微信 就说这工作没法干了 真的是公司也太刺了 然后就因为这样 他才回来的 他虽然说 后来不是回来找我了吗 不是说他在那儿 在现在就是在兰州的工作 最开始那份工作 他还是不满意 他就说他刚去 然后领导要开会 让他帮忙汽一杯茶 同事这个时候就正好 要复印文件 也让他帮个忙 他就这 他就说人家欺负他 人哪有欺负你啊 我第一天上班 我过去是应聘设计师的 他就让我干这种 断茶倒水的活 可不该干吗 我觉得很正常 你刚毕业嘛 总不可能一去 就做办公室嘛 我们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我爱你 甚至连我生日 他都能忘 我觉得这最过分的 这还不酷吗 我哪忘记你生日了 我没陪你过生日 他那天是陪我去过生日了 但是出来了之后 就带我到路边小饭馆 而且点了两碗面 不是挺好的吗 长寿面吗 那我都没有吃饱呀 大学生跟毕业 咱们本来就没什么钱 然后生活中 处处都有花钱 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 在这种吃上面 反正我觉得 在家里给他做一顿饭嘛 他非得超出的要出来 你说我们俩那天 从小饭馆出来 我就跟他说 我今天也没别的愿望 就是当咱确实现在 也不是就当 确实就没什么钱 我就想听你说一句 我爱你 可是他 他不仅不说 他还数着我 不是 我觉得 你怎么数了他 我就觉得这种 天天就是我爱你 喜欢你的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 可是你没说过啊 又不是叫你天天说 你从来没有说 你说一句我听听 说说看 说一句 对啊说 说吗 说 他就要分手了 你再不说就跑了 我爱你 好忍悦啊 感觉我感情 我经常会跟他撒娇 我说我喜欢你啊 我爱你啊 逗逗他开心 然后我每次这么说 他就感觉 我的感情 在他根本得不到回应 这个女生好外向 挺可爱的一个女生 太肉麻了 两个人在一起 说点甜言语 不是应该的吗 就说一句怎么 我又没有让你天天说呀 你们俩看电影什么的 应该很开心吧 或者看剧什么的 可以吗 他这人就觉得 什么都不顺心 看电影也会不顺心吗 对 我想再就看看电影 然后因为电影特别感人 我这人很感性 我总会就 随着电影情节 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不仅不安慰 他还说我 你怎么那么幼稚 那电影都是假的 有什么好哭的 这电影本来就假的 你有些那种感情片 我看着跟看喜剧一样 他就在那哭 他就在那哭